既然我们说外件说的那么神秘那么好用 那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建立外件 我们还是再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建立外件的背景 就是在这个blocks这个表中 我们可以先一边说到一边操作 然后点这个altable就是修改表 右击这个blocks表 然后点这个altable就是修改表 然后这个表中这个userid 要对应到这个users表中的id 对吧 然后我们也点一下altable 好首先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保证这个地方 这个blocks表中的userid 它的数据类型和这个usersid数据类型 是完全一样的 不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数据类型不一样 那个背景是挂不上的 对吧 既然连起来了 那肯定就保证它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类型 要不然它连不起来 不可能将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连起来 对吧 这个连不起来的 OK 确定完之后呢 我们关掉这个users表 然后我们在blocks表的这个修改的这个界面中 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个forenkey 我数表这个地方 forentkey 好 它这个地方 左侧的这个表格呢 就是添加这个外界 forenkey就是外界的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写一个外界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随便写了 比如说就叫userid吧 然后referenced table 就是我们要关联的表 这是blocks表 对吧 我们要关联这个users表 好 然后右侧呢 我们选择这个每一列的关联关系 我们把blog表录的userid 然后对应到这个referenced column 就是说我们对应到这个关联表的这个每一列 就是id 对吧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OK 然后再往下看啊 就是unupdate unupdate的时候呢 我们加一个什么叫restrict restrict就是更新啊 就是说我们在更新的时候 这个要写这个cascade 包括这个delete也是写cascade 就是说我们在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集联一下 然后delete的时候呢 也要去集联一下 所谓更新集联一下 其实我们用不到 就是我们这个两个id之间的关联 id它 比如说我们更新blog也好 更新unus也好 我们更新的只是一些其他的信息 id不会更新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上就行了 就是集联不到啊 比如说我们关联的表 是这个unus name 这个unus name更新的话 这个地方会随着更新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id我们不会更新 然后delete是集联 delete是集联的话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上一个小节 PPT中说的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users的一个用户 删掉了之后 它会集联的把那个blogs的所有的 这个用户的一个 博客信息全部删除 好 然后comment就是注释 这个地方注释 我们就写 其实也不用写 这个关系都已经很明确了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接连关系呢 或者说有比较复杂的背景呢 你可以在这去写一下 好 我们就点个apply 好 这个地方是他创建外界的一个secret 然后点apply OK 成功 好 成功 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关闭了 关闭之后 我们再去展开这个blogs表中 它有一个foreign key的一个选项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边有个 这儿我属于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刷新的一个按钮 点一下 OK 展开之后 大家看 这个user id user id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这个外界的一个关系 下面它我们显示应该拉上来之后 我看一下 拉上来之后 它就有个外界的关系 大家看一下 target就是说user id到这个id 这个字比较小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 自己实际看一下 其实这儿展示的就是我们刚才操作的一个信息 OK 这样的话外界加好了 加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尝试去搞一下 搞一下事情 搞一下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把这个 更新限制 这个给它 插入限制 这个给它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 再想去插入一个标题 然后标内容5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2 我们试一下 2这个用户我们有 对吧 OK成功了 对吧 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标题5成功了 对吧 就是二 比如说我们在想插入一个3 3是没有的 对吧 按理说我们插入外界之后 那就会报错 好大家看报错了下面 报错了 报错信息呢 大家看有一个 FrontKey怎么怎么怎么样 这个再往下我们看不到了 这个字也比较小 其实报错信息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外界的约束限制了 我们必须要 这个地方不能有3 因为这个users这个表中 users这个表中 它根本没有ID是3的这个用户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个 插入的时候这个限制给做出来了 好 那我们可以再去 我再插一下blocks表中 我们再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这个删除的一个基点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delete 我们现在就是delete fromusers whereid 等于1 大家看 我们deletefromusers 就是把users里面 id等于1的用户给删掉 这样的话 就得把那个张三给删掉了 对吧 把张三给删掉的话 那张三创建的这两个博客 是不是也得给你删掉 对吧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好 我们执行 好 大家看成功了 对吧 成功之后我们先看一下users表中 好 没有张三了 没有张三 我们再看一下blogs表中 大家看是不是没有了 张三的那个博客就已经没有了 光盛起来这个 usersers就是里次的 对吧 OK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更新或插入的一个限制 即这个删除的一个基点 就是通过外界的这种约束 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再回到pp中 连表查询这个呢 我们稍等一会儿再讲 然后我们先看一个图 这个图叫一二图 一二图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图 来把所有的表 我们这只有两个表 对吧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表 给它展示出来 以及表的列和类型展示出来 然后呢 同理我们还展示一个 外界的约束的一个关系 大家看就是 user id blocks user id 然后它关联到了 users的这个id 这里面还有一个 update at和quitted at 这个地方可以忽略 大家主要关心一下 这个外界的关系就行了 比如说 我们一般情况下 在设计数据表的时候 是通过这个 亚洲的形式来设计的 当然有可能画的 不是那么非常的标准 但是基本上能表示出这个意思来 就是我们画一个框 然后表的名称 表的美丽 也别的类型 再画一个框 有几个表 我们就画几个框 然后他们有一个 外界约束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连过来 然后就表示 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虽然说看似 数据是分离在每个表中的 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关系 能让它约束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 这个加外界的一个目的 好